大家好,我是王炳,我讲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接下来我们讲讲这种卫生间,就是我们住者里面的这种卫生间的问题啊 一般我们去看一个房子的时候,或者是很多客户要买房的时候 让我去看,首先要看卫生间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有些是不是有缺角啊,有些明显的缺陷啊 卫生间为什么比较重要呢,就是它是一个藏物纳垢的地方 是一个污秽之地,它在不同的工位上就会导致不同的工位的这个人受到影响 首先卫生间它最好是有通风的地方,最好是要有窗户啊 大户型的卫生间一般都有窗户,小户型的卫生间有可能会存在没有窗户的问题 那么没有窗户呢,也最好要有通风口,通风口一定要保持空间的流通 如果没有窗户,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这种加这种排风扇是吧 或者是放一些绿植啊,或者是放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东西 摆件去化解一下,绿植也是比较直接的啊 或者是绿植啊,或者是香薰啊,等等都可以 另外就是卫生间的门不能够直接对着卧室啊 因为会造成影响人的健康,特别是女性的健康啊 特别是一些主卧,主卧自带卫生间,它的那个门一般的都是直接对着床的啊 就第一个呢,就第一个它是用无形间的湿气比较大 特别你刚洗完澡的时候湿气很重 它的这个湿气会进入卧室,进入你的床铺是吧 细菌也会过来啊,这是一个啊,那就是一些不好的味道嘛 也会过来啊,这个都是不好的啊,所以是呢 一定要可以去做一些化解,比如说做家具啊,家具隔一下啊 这样挂上帘子等等 另外卫生间对着厨房门啊,这种也不好啊,很多一些 户型比较小的话,八九十平的话,很可能就做成一进门啊 呃,就是厨房门跟卫生间的门正好是对着啊,这样也不好 厨房门跟卫生间对着呢,这种叫水火相战 水火相战,而且呢,厕所的这种窝户的气息 会进入厨房啊,就是浮着在这些食材上 食物上,到这食物的腐败啊,你做出来的饭菜里面 有这种细菌啊等等啊,或者是用灼气啊,灼气 这个一定要是要注意的啊,另外就是 马桶它是不能够直接冲到这个门的啊 就是,本管这个卫生间它在什么地方,就是 现在很多都会有隔开啊,有些老房子里面就是 你打开之后,就是这个马桶,正好就对着这个门 其实这也是不好的啊,一定,马桶一定要跟门 一定是有一个啊,这样,就是门在这个地方啊 马桶要朝这啊,要朝这啊,它一定要隔开 不能够直接对着门啊,如果对着门的话啊 那么对着对着外面的门,外面的这个卫生间的门呢 又对着卧室的门啊,那么住在这个卧室的人 他也会受到影响啊,另外如果这个 卫生间的门冲着这个啊,这个书房啊 书房或者是马桶直接冲着书房 那么这个书房代表文昌啊,文昌 他就是影响这种孩子的读书啊,另外 卫生间一定不能够在一进门啊,就在两侧啊 一般呢,他很少卫生间的门对着这个入户门 一般不大会,但是他可能有可能会在一进来的时候 在他的两侧,在他两侧也不好啊,因为门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门面,门脸啊,对我们身体来说 门就代表门的嘴啊,那嘴那一张开嘴就看到卫生间 那肯定是不好的是吧,另外财神要从门里进是吧 你贵人啊,财神啊,甚至是一些重要的节日 一些怎么说的仙人是吧,仙人回家啊 那也要从门口进,那么这种如果一下就卫生间的话 这些人啊,他也进不来,对吧 所以说呢,卫生间的这个位置在哪一个地方 对一个养者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好像你们这个巴子里面的这种气沙一样啊 其他的哪个地方啊,一样 好了,这节课关于卫生间的问题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